肩部全面增肌计划 第一个动作是自由重量的哑铃推肩 对于非赛季肩部增肌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对肩部力量及深层肩秀稳定能力要求极高 这个动作最大重量做三组 每组8到12次 第二个动作是坐姿器械队伍推肩 那这个动作的话 相对于我们正常的开柱类推肩 更针对于三角肌的内侧 也适合一些肩关节柔软度不好的人 这个动作做三组每组8到12次 中速第一个动作是坐姿器械测评局 那这个动作一定要强调全程的控制 顶峰收缩离心收缩 整个动作形成中中速持续受力 这个动作做三组每组12到15次 中速第二个动作是哑铃的站姿测评局 那这个动作强调对重量的冲击 提高中速对大重量的适应性 可以在辅助借力的情况下 完成三组每组8到12次 后速第一个动作是绳索的反向飞鸟 那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保持走关节的角度 不要做成反向的绳索必须伸 这个动作做三组每组12到15次 最后一个收尾动作采用的是蝴蝶机的反向飞鸟 那么为了身体支撑的稳定 我采用的是半吨的身体支撑方式 这个动作做三组每组12到15次 我采用的是蝴蝶机的反向飞鸟